關於這個事實,我們後面有主題會講 所以這個地方微細處我們暫時不說 那麼我們再看下面,有畫線的地方 在上面這個地方 尊者某火居出了,問尊者設立佛 正有此等,更有餘焉 這個某火居出了,他一再一再地問 好,事實這個問題明白了,那還有嗎? 繼續問下去,尊者設立佛 言,尊者某火居出了,賦更有餘,還有 多文聖帝子於漏如十枝 漏己如十枝,漏滅如十枝 漏滅盜己如十枝 雲和有漏如十枝 未三漏,綠漏,有漏,無名漏,四名漏 漏己如十枝 雲和漏滅如十枝 雲和漏滅如十枝 無明滅則是漏滅,如是漏滅如十枝 雲和漏滅盜己如十枝 為八正道 現在進一步再問了 還有嗎?他說有 什麼問題呢?漏 漏我們簡單講就是煩惱 那麼煩惱你要如十枝 怎麼集起的,怎麼消滅的 用什麼方法都要擺 漏就是慾漏與慾望 剛剛講慾有 這個有漏,無明漏 主要就是要講這個無明 他說集是怎麼集起的 這個煩惱是怎麼集起的 漏是怎麼集起的 無明集是漏集 簡單的講今天一切這些條件 都是從無明來的 前面也是一樣啊 事實的貪嗔痴也是從無明來的 這個煩惱也是從無明來的 所以無明集是漏集 那麼漏滅是怎麼樣呢? 無明滅則漏滅 所以主題還是不離開無明的作用 好,再看下面再畫線的地方 上面這個地方 尊者摩惡居齒羅問尊者 射利佛正有此等更有餘耶 他又進一步,還有沒有 尊者摩惡居齒羅 亦更有餘 多聞聖地子與苦如十枝 苦疾如十枝 苦滅如十枝 苦滅道即如十枝 好,這個就是講四地 苦疾滅道 對於苦疾滅道 一樣要如十枝 那麼這裡就講苦疾滅道裡面的內容 你懂了 雲何苦如十枝 那麼就是這裡的七苦 無印痴盛合起來叫八苦 那麼這個我想我們在四聖地裡面會講 這個內容我們暫時也不談 只要知道 這個無明相應就是苦疾滅道 不了解 在下面有畫線的地方 互問尊者摩惡佛正由此法互有餘曰 尊者摩惡佛答更有餘 為多聞聖地子老死如十枝 老死即如十枝 老死滅如十枝 老死滅道即如十枝 這個是在十二元期裡面 最後這個老死 那麼怎麼會有老死 老死是怎麼集起的 老死是生滅 這裡又講生即是老死即 因為有生才會有老死 是吧 生如果滅老死就滅 這個主要是在講這個 那怎麼樣用什麼方法還是一樣 八正道 那麼在下面這個地方 這裡就是雲和行 這裡講到行 十二元期裡面到後面就是行 聖地子於行如十枝 行即行滅行滅道即如十枝 那麼這裡雲和行如十枝 行有三種 身行口行易行 那麼這裡也是講 雲和行即如十枝 這個造作 行是造作的意思 千流造作 怎麼會起這樣的造作呢 無明即是行即 今天要歸咎還是無明引起 這樣知道意思嗎 無明才會起造作 這個重點 那麼無明滅啦 行就滅 好不管是四地 緣起最後的老死或行 都跟無明有關係 是不是 前面的四十起貪稱 也是一樣的跟無明有關係 這裡點點滴滴啊 一個一個的 都是讓我們知道 這個就是無明的關係 那麼只要斷無明就能解脫 好翻過來三十三頁啊 摩佛居思羅 互問尊責摩利佛 唯有此法更有餘耶 要進一步又要問還有沒有 他就是問到底就對了 摩利佛答言 摩佛居思羅 如何為足 你怎麼一直在追足不停啊 如中不能究竟諸論得其邊際 如果這樣問下去的話 永遠找不到邊際 問不完啦 若聖地子斷除無明而生明 何須更求 這個最後要直指再繼續問下去的話 那只好把它怎麼樣 把它停止 怎麼停止 反正前後都在問無明的因緣嘛對不對 問再多你也問不完 好 如果你今天能破無明 把無明斷了而生起明 不是要問題都解決了嗎 你一直問幹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很精彩 其實我們在看這個阿涵 剪雜喊 真的你慢慢再看 從現在以後面更精彩 預告後面真的很精彩 因為我要每每看到這個雜喊經這些紀錄 覺得好實在 就是在佛陀的時代 這些佛陀的開示 聖地子們的互相學習 互相問法這樣的過程中 那種如實 非常的生活化 非常非常的實在 那我們會覺得很親切 跟我們現在的生命的作用 都是息息相關的 那這樣我們在學法 就不會想到什麼 理想化的那一邊去 會很如實地 就在當時他們這些聖地子 生活化的那種過程中 他們在怎麼樣體驗 他們怎麼樣互相的在應對 怎麼樣問法 怎麼樣回答 都是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 我們會覺得很受用 很重要 而且看到會心處 有時候真的很精彩 非常好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經 第四期五經 中策第三十一頁 如是我聞 一時佛祖王射程 迦蘭陀足園 而時世尊告朱比丘 與此無聞凡夫 無明父 愛元系 得此事身 內有此事身 外有明色 此二因緣深處 此六處入守處 六處 六處所處故 至則生苦樂 受絕 因其種種 何等為六 遠處入處 耳鼻舌生意入處 與夫俠慧 與彼 比與我所修 諸患恨則 有何差別 這裡啊 我們前面已經有講過 重點 我們要把握重點 我們眾生就是因為無明蓋 愛結系 我們被無明而蓋著 也就是說我們從來就沒有明過 眾生從來沒有明過 就是被無明而覆蓋著 所以我們會產生愛灼 就好像被繩子綁住了一樣 所以我們裡面的士身 外面的明色 我們就是在這裡啊 這種因緣啊 而產生醋 產生瘦 在這裡起苦瘦 樂瘦 不苦不樂瘦 好 那麼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漁夫就是說 漁癡的凡夫啦 俠慧就是比較有智慧聰明的啦 比於我所修諸患恨有何差別 就是說這兩種人 在這裡修我們這個患恨 修學這個法 有什麼差別 好 那麼這裡就講啊 而使世尊告諸比丘 地聽善師 當衛如說 諸比丘 比與痴無聞凡夫 無明所復 愛劫所細 得此是生 比無明不斷 愛緣不盡 生壞命中 還復受生 差別在哪裡 我們眾生如果今天不得法不破無明 當我們這個生命壞終的時候 還復受生 就是說你還會去 執著新的一個武運 也就是在這裡還要輪回生死 無明不斷喔 愛緣不盡喔 這兩個重點 因為我們無明蓋愛緣氣嘛 好 這兩個如果不解決 我們這個生命壞了以後啊 還要受生 就是還要輪回不移 重點就在這裡喔 今天不破無明不斷愛劫 是不是保證你一定會再來 所以我們說 要不要來 我告訴你 你也不得不來 那無明不破嘛 愛劫不斷嘛 你怎麼能不來 他這裡就講嘛 生壞命中還復受生 這個是佛陀的開示啊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修行 為什麼要解脫 因為不想在人間這樣的繼續輪回不已 是不是這樣的 這個才叫解脫嘛 所以還受生故不得解脫生老病死嘛 你只要有生就有死嘛 生生世世又沒有破無明又沒有解脫 那是不是生生世世都要來輪回 所以生死的大苦是什麼 是生死不斷 那為什麼呢 所以著何 此與此凡夫 本不修犯恨 向正淨苦就淨苦邊故 因為我們與此的凡夫啊 都在貪生之煩惱執著嘛 貪愛裡面嘛 是不是 從來不修行 不修清淨的犯恨 也不去斷一切的苦 所以事故生壞命中還復受生 還受生故 不得解脫生老病死又悲惱苦 這個重點我們就明白了 那我們要不要修行自己之道 千萬不要以為死了就完了 這是佛陀的開始 貪生吃煩惱不斷 無明不破 你生死是必然要流轉的 若俠慧者 無明所富 愛緣所欣得此事生 比無明斷愛緣禁 無明斷愛緣禁固生壞命中 更不復受 有智慧的人就會去斷無明 會修行 是不是 不更受固 得解脫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 所以則何 比先修患恨正向淨苦 就淨苦邊故 因為他有用功有修行嗎 有把自己調整嘛 事故 比身壞命中更不復受 更不受固 得解脫生老病死 又被惱苦 這個只是一個主題 我們修行的目的就是在破無明 斷貪愛 斷貪愛 一個修的 一個不修的 他的結果受用天然不同 決然不同 不修你在無明中 在貪愛執著中 這個身體壞了 一定還要受後有 隨著夜轉 無明破了 愛結斷了 就不受後有 後有就是後面不會再相續 所以導師有時候在講 就點出一個重點 他說修行不是在求生活好一點 求快樂一點 清淨一點 自在一點 而是要真正的是要斷生死輪迴 要知道 真正的目標是在這裡 我們菩薩道說 生生世世來的 那是願來 不是夜來 要明白 那是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那個是非常大的願力 看到眾生的苦他不忍 他願意為眾生而來 他不怕生死輪迴 因為知道生死如患 那個是菩薩的願力而來 不是隨夜力而來 我們眾生不修行 不破無明 貪愛執著不斷 那個是要隨夜受生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真正的修行目的 是在斷無明 斷貪愛 而了生死 菩薩只是不急著正 不急著斷生死 他願意生生世世來人間 是怨 是大怨 他不是隨夜來的 一定要明白 好 這一經就到這裡 下面個主題 佛雲何說法 以何交織 這裡面也很精彩 我們看到佛陀的生平 怎麼樣指導 這些凡夫或者是聖地者 他說什麼法 用什麼方法來指導 那裡面還有善巧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發現 好我們看下面這一經 《雜案經》第165經 上冊第165頁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居薩羅國人間遊行 與沙羅聚村 與沙羅聚落村北深樹林中住 而使聚落主大姓普羅門 聞沙門四種子 與釋迦大姓剃除虛法 著家沙伊正姓非家出家穴道 成無上等正覺 於此居薩羅國人間遊行 到薩羅聚落村北深樹林中住 又比沙門渠壇 如是色貌名稱 真實功德天人讚嘆 文語八方 為如來應等正覺 明行族善是世間解 無上是條欲 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 於諸事見諸天謀犯 沙門婆羅門中 大智能智正知 我身以盡犯恨以利所作以作 至之不受惑有 這裡是譚因緣 佛陀 尤諸魚 沙羅國 沙羅聚落 這個聚落子 是一個婆羅門 是大姓的婆羅門 他聽說 釋迦牟尼佛 他們是住在釋迦大姓 他是一個王子 他今天出家啦 陳正覺啦 來到這裡遊行啦 然後又聽說 取壇就是佛陀的性啊 那麼佛陀他的面貌 他的功德 人天讚嘆 而且佛還有十號 如來啦 應等正覺啦 明行族善事 世間解無善事 條欲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 這是佛的十個春號 真尊稱啊 那麼對於外在的這些天啦 魔啦 犯啦 沙門 婆羅門中 他都能夠在這樣子的因緣中 能夠大智慧的自己正知 自己成佛成道 說自己啊 我身以盡 犯恨以利 所作以作 自知不受厚有 也就是說 對外宣稱他的智慧自證 已經是不受厚有了 成佛啦 為是說法 初中後善 善意善未 存衣滿境 犯恨清白 眼說妙法 佛陀他所說的法 不管是前後中間 疑慮是什麼 善意善未 對純衣滿境 犯恨清白 完全是什麼 圓滿的 清淨而圓滿的 好 善載應見 善載應住 聽說是這樣子 應該要往佛陀的前面 面前來怎麼樣 來參見 應該尊敬 做事念以 遍跡炎價 多將益蟲 多將是帶 多帶一些蟲 蟲 隨蟲就對了 只此精貧精湛 散蓋 往義佛索 恭敬奉事 他就很讚嘆地想去 親見佛陀 道羽林口 道羽林口 下側步行 不盡 至世尊所 問訓安佛 我卻做一面 百世尊曰 沙門曲坦 何論何說 他見佛以後 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 何論何說 你的論意是站在什麼立場 你說的法是什麼 佛告婆羅門 我論因縮音 六百佛言 雲何論因 雲何縮音 論因縮音的內容是什麼 佛告婆羅門 有因有緣集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集 有因有緣滅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滅 這個是很有名的記者 因為這一切都是因跟緣 都在講因緣 這個世間兩個字 一般我們佛法的解釋 不是說人間這個世間 五運名世間 六處名世間 煩惱名世間 這樣知道意思嗎 這世間不是說我們這個世間 煩惱 五運六處都叫世間 有因有緣 這些煩惱就會激起 有因有緣它才會滅 這個就要講緣起的流轉 跟緣起的反面 一樣的 一切世間一切法 包括煩惱 我們的生命的五運六處 都是什麼 有因有緣的就對了 講論因縮因 那麼 佛羅門白佛言 世尊 因何為有因有緣 即世間 有因有緣 世間即 他進一步要問他的內容 佛告佛羅門 與此無聞凡夫 涉及涉滅涉味涉患涉理 不如時之 不如時之故 與樂愛樂於涉 讚嘆於涉 染濁心柱 與筆涉愛樂故取 取原有有緣生 生緣老死 憂悲惱苦 世則大苦俱疾 受想行事 亦虎如是 佛羅門 世民有因有緣 即世間 有因有緣 世間即 這個不就是在 講緣起的流轉嗎 我們世間的凡夫 對於五運 我們這個社受想行事 疾是什麼疾起的 滅是怎麼滅 它的染濁於味 它的產生的過患 怎麼樣才能原理 這些都不如時之道 因為不如時之 所以怎麼樣 愛樂於色 讚嘆於色 染濁心柱 因為不知道它的無常性 它是非食如患的 所以在那裡怎麼樣 執著愛藥讚嘆 然後染濁心柱在那邊安住 所以在那邊愛取就對了 取原有 你有愛取有樂有賴取 就會有後有 就是未來的三有 那有緣生 有這個三有後來就要生 有生就有老死了 那有悲苦惱就來了 這個就是講緣起的流轉 這個就是集世間跟世間集 他會繼續問 什麼是世間滅呢 他會說滅世間呢 婆羅門白佛言 雲何為有因有緣滅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滅 佛告婆羅門 相反 前面是不如時之 對不對 那後面就是要如時之嘛 於 色 極滅未犯禮 要如時之嘛 那麼 如時之 以後會怎麼樣 了解他的真相 你就不會在那邊愛樂嘛 不會在那邊讚嘆嘛 不會在那邊染濁嘛 不會在那邊安住嘛 好 你不愛樂 不留 不住 色愛則滅 好 愛滅則取滅 取滅則有滅 有滅則生滅 生滅則老死 憂悲惱苦滅 也就是他的緣起的煩滅 受想行事亦附如是 婆羅門 世民有因有緣滅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滅 婆羅門 世民論因 世民說因 那麼我們就知道了 佛陀所開示的都不理因緣法 緣起法 不管誰來問 你說什麼法 我說的就是緣起法 一切法都有因有緣 人間的痛苦 煩惱 生死 流轉 都是有因有緣 人間的解脫 涅槃 安然自在 都是有因有緣 這個就針對什麼 針對什麼 針對當時所有外道 當時那個時代的所有外道 剛好是怎麼樣 完全相反的一個之間 所有的外道都認為什麼 我們從大幻天來 不然就是族 篡造的 不然就是無因生的 不然就是宿命論 過去如何如何 現在你一定要如何如何 整個當時的社會環境 都是外道 而且是九六外道 非常多的外道思想 但都不理什麼 有我 有主 有自性 都在談這個 只有佛陀談什麼 因緣法 談無常 談無我 談沒有自性 沒有實在的我 沒有永遠不變的東西 沒有 一切都在無常 千流變化中 所以無我 都是因緣來集 因緣滅的時候 一切集就滅 都在談這個因緣法 主要就在破什麼 我職啊 破石油感啊 破自性見啊 破外道的什麼 上帝生一切法 都在破這個 我們要注意哦 如果這一點 如果我們佛法的特質 與外道不共 一事不共 這個特質 沒有把握的話 你很容易啊 隨著外道的觀念 慢慢就流走 佛法這個與世不共的特質 一定要把握自我 論因縮焉 講因緣法 離開這個 不是佛法的政見 一定要記得 如果人家問你 你佛法學什麼 你就說我論因縮焉 這樣知道意思吧 我講元祈法 我講原生法 這個就是佛法 不要落入宿命論哦 我們現在講因果 沒有錯 外道也講因果啊 但是外道的因果 是宿命論哦 這樣知道意思吧 你的命都註定好 這樣知道意思嗎 你過去如何如何 所以現在你如何如何 看起來好像是因果 其實它是宿命論 是不變的哦 但是因緣無法不同哦 不管我們過去的因緣如何 只要你現在懂得 用功、清靜、破無名 這樣知道意思嗎 你可以成就 你可以解脫 不是祝阿厚的哦 祝阿厚的你就沒機會了 如果我們是上帝控制的 你也沒有機會哦 知道嗎 永遠當羔羊 永遠等待人家救度 你還有機會嗎 不是 祂告訴我們因緣 我們什麼因緣 因為無名 因為愛然 這樣知道意思嗎 兩個重點 我們只要建立政見 破無名 生活中能看到真相 愛然就不起 不會隨著幻象而轉 這些都能解決的哦 所以一定要懂得 緣起法 論音說音 我們才有機會 這樣知道技術吧 我們才能自救 我們每一個人 隨著因緣 每一個都能解脫 這個才是活法的特色哦 這個才是活法的特色哦 不是要等人家救哦 不是等別人來比喻你哦 不是在依靠外力哦 一定要記得哦 活法要開的是智慧 破無名 了解真相以後 你自然不會隨波逐流 人人平等哦 人人有機會哦 好 我們再看下一經哦 第四八九經 中策第六十頁 這一經就先讓我們知道 什麼叫法柱智 什麼叫涅槃智 什麼叫涅槃智 而且要先得法柱獲得涅槃的一個次第 好 我們看經文 如是我聞 一時佛祝王射程佳蘭陀族元 若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 極於世人所供恭敬尊 供養佛及諸身文重大德利養 依備飲食握具湯藥 多不恭敬敬重供養重邪義道 依備飲食握具湯藥 這裡的意思是說 佛陀住在王射程佳蘭陀族元 上至國王大臣 下面是婆羅門長者居士 包括世人 都來恭敬供養佛陀的身文重 其他的外道就不受供養 因為佛的這種威夷 他的感人 人人都來供養 但是結果就影響到其他的外道 就不受到這些 國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們的供養 這是在講姻緣 而使眾多義道 俱會為成講堂做如是論 我等習來 就是我們從過去以來 常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 給予一切之所奉事恭敬 供養衣備飲食握具湯藥 今夕斷絕 以前都是受這些大眾來供養 現在都沒有 但恭敬供養沙門渠壇 只有他們完全都在供養這些沙門 或者是佛陀 或者是聲聞大眾 這些衣備飲食握具湯藥 今此眾眾 誰有智慧大力 堪能密亡 一筆沙門渠壇眾眾出家 文筆法語來還廣說 我等當復用詞 用筆文法畫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 令其信樂 可得繁複供養如淺 今天大家都去供養佛跟聖眾 我們這邊都沒有人供養 我們是不是找一個比較有智慧的人 有能力的人 到佛陀這邊的沙門團來 來文法來學法 把這邊所說的法學回去來教大家 我們就用這些法 也一樣來畫這些國王大臣 來畫一切大眾 這樣子是不是讓這些人也能信樂 會像以前一樣又恢復來供養我們 我們看到這裡就覺得很好玩 如果這些人願意接受供養 那大家去皈依佛不就沒事了嗎 全部去跟佛學參與佛陀的身團 那不就解決了嗎 他們還要這麼辛苦 找一個人去密探一樣的去那邊學法 學法來偷偷的學回來 我們用一用 然後也來得大家的供養 你覺得他們這個有沒有智慧 實有人言 就有人說了 有一年少明月虛深 聰明 俠慧 看能覓網 沙門祈壇眾中出家 聽筆法語 來還宣說 就有人介紹了 有一位叫虛深的 這個人很聰明有智慧 應該他可以堪認 十諸外道 亦虛深所而作誓言 就去找這一位虛深 就這樣說 我今日大眾聚集未成講堂 做如是任 就把他們 他們這個文法就是這樣 還會重新宣說一篇 不過我們就知道就好 就把他們所說的 告訴了這個虛深 好 在第一段的下面 這兩三行 其中有言 唯有虛深聰明 俠慧 堪能覓網 其談法中出家學道 好 文筆說法 稀能受辭 來還宣說 恕故我等 故來相請 人則當行 把這個姻緣告訴這個虛深 我們今天來這裡就是希望邀請你 為我們做這一件事 使筆虛深默然受請 虛深竟然答應了 好 亦王舍成佳蘭陀族遠 使眾多比丘出房色外 在陸地驚行 而使虛深 亦眾多比丘而作誓言 諸尊 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聚足 修犯恨火 十多比丘 將逼虛深 將逼虛深 亦四尊所 積守禮足 退座以面白佛言 他們就帶虛深去見佛就對了 四尊 今此外道虛深欲求於正法中出家受聚足 修犯恨 而使四尊之外道虛深心之所念 佛陀當然了解 告諸比丘 如等當度比外道虛深令得出家 佛陀也沒有拒絕 知道虛深的來意 也就默然地把他度出家 十足比丘願度虛深出家 已經半月 這樣就過了半個月 有一比丘與虛深圓 半個月後 有一位比丘就告訴虛深 虛深 當之我等生死已盡 犯恨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有 他就告訴這位虛深 他說我們已經都是正阿羅漢 十比虛深與比丘 這虛深一聽就問 尊者 雲何學履欲惡不善法 有絕有冠 你生喜樂 聚足粗殘 不起豬肉 心善解脫也 他的意思是說 你們是已經 聚足了 粗殘的 這個功夫內涵 才不起豬肉的嗎 心才解脫的嗎 是問他說 你以什麼樣的條件來解脫 認為你正阿羅漢 你是聚足了粗殘的功夫 而其解脫的嗎 比丘答言 不也虛深 不是 我們不是因為學 禪定的粗殘而解脫的 互問 雲何理有絕有關 內敬一心 無絕無關 定身喜樂 聚足第二殘 不起豬肉 心善解脫也 他進一步再問 不是粗殘解脫 那是不是聚足的二殘 前面談這個就是二殘的內涵 雲何有絕有關 內敬一心 無絕無關 定身喜樂 這個就是二殘的條件 比丘答言 不也虛深 回答他 不是啊 好 再問 雲何尊責 李喜 李心柱 正念政治 身心受熱 甚說幾捨 聚足第三殘 而不起豬肉 心善解脫也 達言不也犧牲 也不是三殘 也不是得到三殘才解脫的 那麼繼續問 雲何 李苦 喜樂 憂喜先斷 不苦不樂 舍敬念一心 聚足第四殘 不起豬肉 心善解脫也 那麼是不是達到第四殘 四殘是殘定最高 很高 很高 達言不也虛深 也不是四殘 也不是因為正物四殘而解脫的 好 再問 若負極淨解脫 其色無色 身作聚足 諸不起豬肉 心善解脫也 達言不也虛深 包括 四孔定也不是 虛深呼問 雲何尊者所說不同 前後相為 雲何不得禪定而復計說 意思是說 你怎麼講這種話呢 如果你今天四孔定也沒有 四禪定也沒有 你怎麼能解脫呢 怎麼會相違背呢 就是相矛盾呢 比丘答言 我是諦解脫也 做事說以眾多比丘各從做而去 這裡就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現在一般人來講 像虛深他們跟外道學法 外道重視的是什麼 就是禪定的修持 會得神通 得種種種種的條件內涵 這是外道所重視的 所以在他們的心中想當然的 你今天說你已經解脫了 已經斷盡煩惱而解脫了 你正阿羅漢 那你既然不是從四禪定來 也不是從四空定來的 這個對他們外道的思想來講 是不可思議的 怎麼可能呢 注意喔 這個地方就是有一個重點提示 佛法的修行 正阿羅漢不一定要四禪八定才能解脫 這個已經點出重點了 會解脫 跟新解脫 那個定的解脫不一樣 好我們再看後面 而使虛聲之眾多比丘去以做事思維 此著尊者所說不同 前後相違 言不得正受而護既說自知作證 做事思維以往義佛所 積守禮足退諸一面 親身去問佛陀阿 白佛言 世尊比眾多比丘於我面前寄說 我身已盡犯恨以利 自所作以作自知不受惑有 告訴世尊 這些比丘竟然告訴我說 他們已經正阿羅漢 我既問比尊者 所以我就問他們 得理欲惡不善法 乃至身作證 不起豬肉 心善解脫也 彼答我言 不言虛聲 我既問言 所說不同 前後相違 言不入正受 正受就是正定 而護既說自知作證 彼答我言 得慧解脫 就把這些過程 向佛陀報告一面來問 作此所以各從作起而去 我今問世尊 雲何比所說不同 前後相違 不得正受而護說自知作證 他就把這個疑問來問佛 佛告虛聲 比先知法柱 後知涅槃 比諸善男子 獨一淨處 專精思維 不放逸柱 屢於我見 不起諸肉 心善解脫 佛陀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他這裡就講 比就是說這些正阿羅漢的聖弟子們 先知法柱 後知涅槃 重點就在什麼是先知法柱 後知涅槃 這個我們要探討 這個就是跟外道要修禪定 而認為才能解脫不一樣的地方 也是佛法的特色 這個要把握 我們將來一定要把這個內容搞清楚 這個很重要 我們才不會跟外道一樣的 搞什麼神秘的法 搞什麼神通 搞得講得亂七八糟的在禍眾 佛法於是不共就是先得法柱 後得涅槃 這一點我們將來一定要弄明白 虛身白佛 我今不知先知法柱 後知涅槃 彼諸善男子獨一境處 專精思維 不放一柱 你與我見不起諸肉心善解脫 我今天就是不了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沒有明白這個內容就是了解 不知道就對了 佛告虛深 不問如知不知 且先知知法柱 後知涅槃 彼諸善男子獨一境處 專精思維不放一柱 你與我見心善解脫 佛頭的回答很直接 不管你知不知道 且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這個法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怎麼樣 一定要先知法柱獲得涅槃 後面他就要請法了 唯願世尊為我所法 令我得知法柱之 得見法柱之 法柱之這麼重要 一定要先有法柱之 才能得涅槃之 法柱之不建立好 根本不可能得解脫涅槃的 好 我現在就要請法 請世尊為我說法 是不是 讓我能夠得法柱之 見法柱之 那麼後面就是佛頭要開始啟發他 這個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一次再談 對 谢谢大家